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意大利的阿玛贝海岸 那边呢,体验到非常多很有特色的民宿 其实它是一种分散式的旅馆概念哦 到底什么是分散式旅馆呢 接下来就让我解释给你听吧 分散式旅馆它其实源自于意大利 在意大利文中呢 albergo它是旅馆的意思 diffuso是分散的意思 所以分散式旅馆在意大利文念起来就是 albergo diffuso 过去传统中呢 我们可能柜台、餐厅、客房还有宴会厅等等 我们全部就是垂直的坐落在一栋的大楼里面 但是呢,在分散式旅馆 这些不同功能的空间 它都会分散在整个城镇里面 分散式的旅馆起源于意大利的萨迪尼亚岛 因为经过大地震后 为复兴城镇而发起的一种创意的住宿模式 雨后村损般的附资在意大利的许多城镇后 政府将这模式制定为正式的地方活化发展方向 甚至变成一种国际认证 像在日本刚筛线的石卦屋 就成为国际认证的分散式旅馆 石卦艇留下许多江户时代的日式古屋 原汁原味的街道更是其一大特点 因此他们打造社区般的饭店 除了让旅客可以更深度体验在这里的生活氛围 也让在地人更能想出许多与客人互动的方式 这个模式不仅让区域设施被修复即活化 并创造持续性利益循环的街道 像意大利之前很夯就是所谓的一欧原买房 那其实以一欧原买房的这些地区呢 通常里面就是也是因为人口老化 那年轻人都慢慢搬往城市 所以整个乡镇就是没落 所以政府呢推出这样的一个刺激方案呢 也是希望把这些比较乡村的地方呢 可以做一个活络 然后做所谓的地方创生 其实呢在台湾也有类似的状况发生 而且呢在乡间的很多这些房子啊 确实也因为年轻人慢慢走掉之后 那房子年久失修就慢慢凋零了 价值也就逐渐不见了 所以我认为分散市旅馆绝对是台湾地方创生的解药 因为这些老房子呢有钱可以被维修 所以很多文化资产也可以被保存下来 再来是它绝对可以创造当地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然后因为它非常需要当地这些在地团队的支持 第三呢分散市旅馆它绝对需要一个专业的系统性管理 那把它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 那期待呢未来在台湾也可以出现一个 像意大利阿玛碑或者是日本石卦屋 这样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创生小镇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